这就是我见过最奇奋的手套 上一秒还在手上 下一秒就自己打起了弓 如果可以解放双手 小伙伴们想要吗 就算红叶再美 跟钓鱼比起来 睡觉总是最香的 只怪自己不吃江泰公 没与愿者上弓 蓝胖子本想到个努力猫 跟小学生树立好榜样 可下一秒突然想起来 要跟小蜜约会 还没说成就会嘴上下功夫 显然大熊无理取闹 蓝胖子只好拿出接手喷雾 按下按钮喷出喷雾 再伸出小元首 就形成了手套 然后趁手套还没反应过来时 迅速抽手离场 手套就会成为免费工具人 蓝胖子火急火燎约会去了 道具就到了大熊手 用道具做妖 绝对比钓鱼枪太多了 二话不说奔向房间 老妈正在为大熊不取无数而生气 可大熊就是回来写作业的 老妈放出狠话 不写完不准完 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大熊做出手套 假装写作业 接着迅速离手 跟当个吃毒食的睡美人相比 大熊更想光芒万丈造虎人类 直接放出虎狼之词 要给媳妇谋福利 来得巧不如来得好 静香这范畴弹钢琴 明明自己更爱小提琴这种大杀气 静香的事就是大熊的事 按下按钮召唤喷雾 帮静香制造了手套 静香弹了几下迅速离手 手套竟然自己弹了起来 静香为了感谢大熊 转头跟学霸约会去了 女人呐女人 大熊三伙般的走出两步 就遇到了生化武器 还有仨观众 在三人满足的享受中 胖虎羡慕了 既然大难不死 小夫决定走围上策 结果可想而知 胖虎拳头杀人 是与小夫留下当气氛组 大熊闪亮登场 制造出喷雾 帮三人做出了手套 拍手的同时抽出手 气氛组有了 胖虎要唱满三天三夜 大熊成了救世主 被重男围攻 小夫更是把脸替在某处 疯狂摩擦 大熊的后宫喜家三 造福人类造福社会 心情就倍儿爽 大熊决定接活了 狗子的主人找到大熊 求帮忙遛狗 年迈老人找到大熊 求帮忙搬运 一传十十传百 村南投的大婶 村西投的小哥 通通都来了 大熊决定雨露均沾全包了 虽然忙了一下午 但乐于助人心情倍儿爽 可大熊回到房间 整个人都不好了 作业成了鬼话符 大熊想出手保住作业 这位反手推倒在地 这下彻底激怒了手套 蓝帮子运会完来到河边 鱼儿大丰收 蓝帮子拿出取消喷雾 轻轻一喷 手套消失 可回到房间 就看到跟手套苦战的大熊 喷雾一喷 取消了手套 蓝帮子旁观一扫 就知道大熊又闯祸了 镜香家的钢琴声声声不息 蓝帮子都惊呆了 大叔跟手套抢包裹 抢得不相上下 气氛组过于火热 胖虎被拒之门外 遛狗之人反被遛 游戏图满了整条街道 超市大妈生怕自己钱没带够 虽然下棋的大叔还算幸运 但大妈的家可就惨了 小镇中的吐槽声此起彼伏 蓝帮子吹气 但大熊的初衷是想造福人类 蓝帮子决定撒手不管 但大熊根本不慌 论道具乱用 大熊可是天花板级别的存在呀 小伙伴们你们说 用这手套打游戏能厉害吗